穿鞠变脸让民众看得直拍手 初一到高雄敬思堂不只欢喜 更透过情形颂洗涤心灵 情形颂鼓队的演出者大部分是年轻人 这群年轻志工早在五天前 就天天到敬思堂忙碌 然后出城后我们再打一根鞋在这里 一般人忙着张罗过年物资时 他们却排除万难来做小灯笼 连续忙碌将近一周 只为了要与民众结好缘 刚好就是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帮忙做 就是跟大家结缘 听到说这是要跟会众结缘的 我也觉得很欢喜的心 还有这位独熊中的学生 把握寒假 情练鼓队更乐于做灯笼 就比较可以充实一点 为什么 不然在家里也闲闲没事做 小灯笼喜气又精致 也让大年初一 齐聚在敬思堂过年的民众们 感受到年轻志工的热情与真诚 大爱新闻 陈一正成立委高雄报道 在任何后一路 Pam湾 一边就能说 哦 在善文中的小人 小消息 都没准备报道 小水